张伟丽 第一个夺得UFT世界冠军的中国人 他一举创造了格斗历史 且不说综合格斗 即便加上职业拳击 踢拳能够夺得某一组织世界冠军的仍屈直可数 那么为什么是张伟丽而不是别人 这在他早期的经历和比赛中 已能看出端倪 1989年张伟丽出生在河北邯郸的丰丰矿区 父亲是一名普通工人 在他四岁时 父母就对他进行一些体能上的训练 六岁时有了第一个武术老师 八岁时哭着喊着要去武校 但母亲没有同意 直到张伟丽12岁时 才将他送去武校学习散打 结果每天都被揍得鼻青脸肿 然而两年后 他就拿到了河北省青年散打冠军 17岁那年正值花样年华 可是命运给他开了第一个玩笑 张伟丽因腰伤严重到不能站立 不得不退役 不甘落寞的他 在2009年支撑一人来到北京 当过服务员 保洁员 收音员 前台 幼儿园老师 因为张伟丽有两下子 同时还兼着保安 几经辗转 张伟丽找到了一份健身房的工作 既是前台 也是业务员 白天上班 晚上还能打沙弹 由于当时太激动 居然忘了问一个月能给多少钱 在这里 张伟丽重新燃起了对于格斗的渴望 2014年 张伟丽辞掉了健身房的工作 专职训练 然而仅仅一周 张伟丽再次受伤 走路都成问题 这一伤就是9个月 命运又给他开了一个玩笑 后来 张伟丽遇上了人生伯乐 在他的带领下 张伟丽一步一步走向了世界格斗中心 2015年底 张伟丽登上昆仑爵的擂台 首秀对阵法国选手基恩·弗朗索瓦 基恩曾夺得 和跆拳道和降伏缠斗技的冠军 也是K1法国冠军 战力地面缠斗都能打 总之学的有点杂 和他相比 张伟丽的经验略显单薄 但也不算是一个特别新的新人 在这之前 张伟丽曾两度登上CKF的格斗擂台 他先是使用一连串的侧串控制距离 发力通透 动作标准 由此可见其散打功底非常深厚 而后通过几次摔倒正向压制 最后则是以手臂逆十字固的方式 降伏的身高达到了1米78的无数侠 次战对阵黄梅 这个黄梅就是后来的黄飞 张伟丽一改侧踹的风格 上来就是拼拳 当然黄梅也不示弱 对拼中张伟丽一个正灯踹倒黄梅 随后压上进攻 顺势将黄梅摔倒 继续打击 最后进入地面 三转两转 张伟丽布置了裸脚 并最终降服 这两场比赛可以看出 张伟丽动作麻利 有组合 有力量 有技术 这让他在同时期的中国女选手中脱颖而出 同时也积累了原始经验 前面说了 基因学的东西多 但不精 在比赛中 接连被张伟丽使用散打技法摔倒 由于位置比较靠边 张伟丽没能很好的施展拳脚 在裁判将位置调整到中间后 张伟丽如鱼得水 拿到七成位后 不断砸击基因的头部 砸拳之后砸肘 混合交替着进行 处于下位的基因动弹不得 几次想要摆脱 但都没有成功 为了不被毁容 无奈之下 基因将后背给了对手 张伟丽更加疯狂的砸击 胜利就在眼前 果然裁判看不下去了 终止了比赛 张伟丽首秀大胜 仅用了一回合 便展示了他的强大 但基因有些不好了 千防万防 眼炮还是被砸肿了 珍珠一般大 2016年2月21号 张伟丽随昆仁语 来到泰国巴提亚 对阵乌克兰选手斯瓦特拉纳 比赛刚开始 张伟丽就用半摔的方式 摔倒了对手 随后开始了 长达四分多钟的压制 期间尝试使用手臂十字固 背后裸脚这样的招式 但都没有成功 斯瓦特拉纳也曾两次 短暂性的摆脱张伟丽的控制 但刚站起来就被摔倒了 第二回合 斯瓦特拉纳想摔张伟丽 结果被反摔 张伟丽又一次来到其成位 和第一回合不同 张伟丽不再尝试降服 而是一直使用地面砸击 牢牢的控制住对手 不再给他翻身逃跑的机会 效果显而易见 斯瓦特拉纳扛不住了 像基因一样把后背送给了张伟丽 张伟丽果断地加大了打击力度和频率 才看赶紧叫停的比赛 2016年5月22号 张伟丽再随昆虏女来到韩国首尔 对阵罗马尼亚的爱丽丝阿德里安 开场双方先是拼拳 互有命中 随后张伟丽接腿将爱丽丝摔倒 进入到自己熟悉的模式 不过爱丽丝很有经验 不是控制住张伟丽的手臂 就是双手搭扣 抱头或者抱腰 简单来说 就是将自己与对手的距离 拉得足够近 这样张伟丽就没有发力的空间 不得不说 爱丽丝这招很有效果 即便张伟丽找到了七成输出的空间 爱丽丝也能通过移动和躲闪化解 张伟丽的命中率确实是低 不是打空了 就是砸在了那台上 结果给自己累够呛 局间休息的时候 不得不大口大口的补水 进入第二回合 依然是近距离拼拳 感觉两个人半斤八两 谁也占不到便宜 随后张伟丽将爱丽丝再次摔倒 进入地面 不管接下来使用砸拳还是砸肘 都不能重创爱丽丝 即便拿到了一个看着位置很好的裸脚 感觉就要有了 但还是不行 爱丽丝的顽强完全超出了张伟丽的想象 直到回合快要结束 大概还有十几秒钟 张伟丽精心布置的裸脚终于成形 爱丽丝不得不拍地认出 张伟丽还算是兵不血刃的拿下了比赛 就是苦点累点 回到国内 张伟丽在南京迎战 白俄罗斯的莉莉亚 卡扎克 莉莉亚曾被雄竞男TKO 也曾一回合降服堂金 实力不算差 开场后依然是熟悉的节奏 张伟丽先和对手拼拳 随后将莉莉亚摔倒进入地面 尽管张伟丽一直处于控制位 但很难进行有效打击 莉莉亚的经验很丰富 要知道 她差点十字顾降服雄竞男 第二回合 还是开局换拳 莉莉亚的额式摆拳很有威胁 不过随后张伟丽再次绊倒进入地面 一个势大力尘的杂肘正中莉莉亚头目 过一会儿 一个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的大包 若隐若现 接下来张伟丽继续使用杂肘攻击莉莉亚的头部 效果并不明显 反而陷入僵局 回到战力 又是一轮拼拳 不过两个人都把重心放在了腹部 可谁能想到 张伟丽突然飞来一腿 莉莉亚应声倒地 裁判第一时间结束了比赛 医生也赶紧跑了过来 此时的莉莉亚虽然没有失去意识 但大脑应该是一片空白 医生速换急救包给他吸氧 张伟丽的这几高扫很惊艳 让人意想不到 在女子选手里使用高扫Q对手很少见 而能够打出一剑封喉的效果 更是少之又少 2016年8月7号 张伟丽在随昆利约前往东京 对阵日本老将藤野会线 坐镇主场的藤野会线上来就猛攻 打得很有气势 张伟丽并未被他吓到 等稳住阵脚后开始反攻 双方展开了多轮次全拳对拼 全腿互换 和前几场比赛不同 张伟丽没有爆摔对手的想法 可能是觉得对方的体格有点大 不好摔 自己倒是被对方摔倒好几次 随着比赛进行 双方短兵相接的程度越来越高 对拼越来越激烈 张伟丽开始使用杀伤力更强的摆肘 接连攻击对手的头部 很快就将藤野会线的额头打破 鲜血之流 看着有点不忍心 但还得接着砸 砸到裁判叫停止血 由于所剩时间不多 这回合就先这样 次回合 张伟丽继续摆肘 藤野会线想用摔法反制 但止不住的血流 让他的想法很快破灭 裁判不得不再次叫停止血 暂停回来 张伟丽的勾拳 摆拳 竖肘 全都瞄准同一个把位 藤野会线顺时血流如注 由于伤势过大 裁判适时的终止了比赛 张伟丽用了一个比之高扫 更加锋利的肘击 一不小心又让对手毁容了 这也许不是他的本意 至此 张伟丽已在昆仑爵的擂台上 五战全胜 其中四次KO一次降服 如此亮眼的表现 也让他离冠军越来越近 2016年9月24号 北京秋高气爽 张伟丽迎来了关键一战 昆仑爵女子草量级世界冠军战 对手是来自巴西的麦拉德索萨 这也是张伟丽第一次对阵巴西选手 可是没想到 一向善打地面的张伟丽和来自巴西的麦拉 都不想进入到地面 都想在战力中一决高下 张伟丽必战较短 在拼拳中不占优势 以至于张伟丽都被打晃了 甚至还挂彩了 眼看烈势越来越大 可张伟丽闪斩腾挪之后 来到了麦拉的背后 而且拿到了一个很好的裸脚把位 基本成型 降服只是时间问题 在顽强的坚持了几秒后 麦拉还是开了 张伟丽再次降服获胜 拿到了该级别第一条世界金腰弹 加冕为女王 对别人来说 夺得世界冠军已经很了不得了 但对他来说 这只是一个开始 更辉煌的还在后面 未免战随之而来 挑战者是委内瑞拉老将卡拉贝尼特 有了首场冠军战的底气 张伟丽在未免战中 打得从容又自信 不慌不忙 按照既定战术和对手拼拳 一交手他发现 战力上不虚 于是果断的压上组合打击 打退了对手 张伟丽跟上 又是一轮组合打击 打得卡拉贝尼特摇摇晃晃 然而并不能击倒 稍作调整 展开第三轮轰炸 由于速度太快 很多都落空了 再经过肘击调整 张伟丽出六拳中三拳 彻底击倒了卡拉贝尼特 成功未免 用时2分05秒 张伟丽终结对手的速度越来越快 从2015年12月到2016年12月 仅仅一年的时间 张伟丽打出了七战全胜 5Q2降服的经验表现 两夺世界冠军 成为草量级中国一姐 也就是在这一年 UFC找到了张伟丽 然而他的团队在上映后婉拒了 他们认为张伟丽还不够成熟 还需要磨练 说白了就是当时水平还不够 去到就是当沙包 最终他们决定务实不务虚 事后证明 这个决定是多么的正确 不仅没有毁掉张伟丽 反而成就了张伟丽 这里是王豆 如果喜欢点关注给赞